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到短短时间 小肥的音乐已经得到歌迷肯定 这晚他就举行首个香港的大型音乐会 而且邀请很多歌手好友担任嘉宾 包括有邓丽欣、吴宇飞、则田等 小肥亦都以歌声报答歌迷支持 演唱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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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 李宗盛 既既放大来烟花 恨不安心去幼雅 在上环战中沉满 满手爆炸 任何有话题 任何话做大娱乐街 小肥 今晚出席的歌手都是小肥唱片公司的朋友 但为了她最喜欢的Therisa富永 就没有分上台表演 其实今天的嘉宾实在是太多了 有很多新人 其实公司很多的也都是我的朋友 但是为什么在这一段尴尬的时候 有Staffy和Therisa 为什么我选Staffy 因为她有新歌吗 当然要给她的新歌宣传一下 当然在下期有吃亏的时候 我一定会请Therisa当我的嘉宾 Staffy推出的新书 虽然销量直线上升 可惜太多错别至惹来争议 Staffy再次向大家道歉 而且表示不会打击她写作的兴趣 不开心 其实有一点点就是真的对大家 真的不好意思有这个错误 但是我们公司已经想了一些解决的方法 就是大家之后会知道是什么的 很多朋友家人都同事他们都有跟我打气 就是说希望我不要放弃 我就跟他们说我不会放弃的 我就是会努力去学怎么去打中文 怎么去写得更加好 希望下一次再出的时候就会比现在进步很多 而Cherry对Staffy伸输的批评都略之一意 不过她觉得Staffy非常乐观 应该不会受到影响 其实我也是今天才知道 那我刚刚同事告诉我 其实是那个公司出错了 所以那我希望她不会太介意吧 然后还有在后台的时候 没有看到她有什么不开心 那其实她是一个很乐观的人 所以应该没有怎么样影响到她吧